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当真 各取所需而已 在我们小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做过令自己后悔的事情 但在小时候因为还是孩童的原因 很快便会得到家人或者是其他人的原谅 但是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 我们在做错事的时候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比如在学校犯错误的时候 老师会罚站 随着自己成年 做一些错事的时候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有些事情是可以犯错误的 但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 因为是成年人 所以就要付出代价 陶青此时的内心十分的痛快 面对前妻张慧的现状 他并没有觉得不舒服 反倒是十分的开心 毕竟当初是他抛弃的自己 选择去和自己的情人在一起 但令他莫想到的是 虽然自己非常热情的往上贴 但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被无情的提出分手 被无情的抛弃 现在的张慧欲哭无泪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下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才让女子欲哭无泪的 又是怎么回事让陶青非常高兴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陶青与张慧两人是在朋友的聚餐上认识的 两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很好的 给两人的第一感觉都是十分的随和 在聚会结束之后两人也是相互的添加了联系方式 之后两人就没有了任何的交集 在一次陶青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陶青遇到了张慧 两人相视一眼 陶青也是直接去张慧所在的饭桌前打了一声招呼 而且看情况是张慧在请客的原因 陶青在自己结账的时候也选择帮张慧接了钱 在晚上的时候张慧也是如数的把钱转给了陶青 但是陶青却没有要 毕竟男生给女生花出去的钱 陶青是不可能会要的 在陶青的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的 在之后张慧也是为了孩上这个人情 选择把陶青给单独的约了出来 请他也吃了一顿饭 之后两人的关系就变得紧密起来了 经常在网上聊天 也是拿对方当朋友来相处 之后两人见面的次数多了 尤其是在一个朋友的撮合下 两人选择走到了一起 两人自打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 就经常的会一起出去玩 两人都不是第一次谈恋爱 而且现在两人的岁数也都到了是婚年龄了 相处起来并没有像年轻恋人那样 十分的黏对方 而是相处的十分融洽 两人相处了一年多之后 在陶青父母的催促下 两人也是携手步入了婚姻的围城 结婚之后的两人也是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夫妻关系 夫妻两人每天都要工作 在下班的时候也是会彼此的抱在一起看看电影 享受这温馨的时刻 陶青在对待张慧的事情上还是挺上心的 对待张慧不经意间的一句话 陶青都会想着满足对方 陶青每当到节日的时候 都会主动地给张慧买礼物 陶青自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问题 而且从平时的相处上 夫妻感情一直都没什么问题 但就在前段时间 张慧却背叛了两人的婚姻 在单位与一个和自己小几岁的男生走到了一起 遇个男生岁数要比张慧小 但他的家里却是十分的有钱 平日里给张慧也会送一些小礼物 一来二去的两人也就走到了一起 张慧面对这个男人的追求也并没有推脱 而是被这个男人的小恩小慧所收买 遇个男人一勾引张慧就上钩了 或许这个男人是情场老手了 面对他的花言巧语张慧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再加上对待自己的百依百顺 张慧更是无法自拔 这样也让张慧萌生起了和陶青离婚的想法 但是张慧也不傻 毕竟现在这个男人并没有给自己做任何的保证 越是这样想 张慧在一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选择了问他 当时这个男人也是张嘴就说 当然是想娶张慧的 也正是这句话 让张慧坚定了要和陶青离婚 当回到家里之后 也是选择了直接和陶青摊牌 当陶青得知自己的妻子被判的时候 也是答应了 第二天两人也就直接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当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 张慧眼睛都笑成一条缝了 直接就找到了自己的情人拿着离婚证向他炫耀 但令张慧莫想到的是 情人直接脸色一沉说道 我们只是玩玩 各取所需而已 千万不要当中 之后就提出了分手 这时候的张慧才知道自己傻得多么可爱 虽然很想再和这个男人理论 但是这个男人直接就走了 之后也是直接在这家公司辞职了 陶青当时在朋友的口中得知张慧的现状的时候 内心十分的高兴 总算是自己出了一口恶气 接触于 当下有很多的女人真的不知道自己鸡精几两 对于爱自己的丈夫不要 选择一个勾引有夫之妇的女人的男人 和情人在一起 要不就是为了钱 要不就是为了爱 你拿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来想 他真的能给你爱吗 这是很容易就想明白的事情 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条不归路上前妇后继的走着 对于感情来说爱一个人十分的容易 但是跟一个人长相厮守却是不容易得 你能控制得了你自己 但你却控制不住别人 架不住自己的爱人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过往上说的 或者电视上演的 很少有和情人在一起过得幸福的 他只拿你当工具 你却在那里和他谈感情 你真觉得你是天仙还是富婆 更何况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请大家认清现实 和自己的爱人好好的过日子 才是最正确的 想对文中的男主说 爱一个人就死心塌地的爱 不爱一个人就彻底放手 你的做法我是很认同的 在得知你妻子背叛你的时候 你没有选择吵闹 而是直接离婚 我觉得你做得很对 想对文中的女主说 你这就叫自作自受 感情是需要双向付出的 一旦你得不到回应 就会想起之前 以前富对你的好 我只能说 现在你就是报应到了 我相信当你在找结婚对象的时候 别人问你怎么离得婚 就算是你撒谎 你也会想起被情人抛弃的这一刻 让你无时无刻不想起这件事 不排除你在之后 会找到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但我想说无论怎么样 你都是一个朝三暮四的女人 不值得被爱的人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抛弃丈夫玩失踪 如今怀孕求丈夫原谅 丈夫滚 我才不要 感情专一是 我们每个人在结婚之后都要遵守的 对自己爱人的忠诚 这一点是完全要靠自觉的 如果一旦你突破了这层 那么你们的婚姻 我相信就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因为爱在一起 因为你的背叛最终导致两人的分开 也是有时有中的吧 但是背叛婚姻的人注定是会被人唾弃的 也是成为笑话的那一方 吴俊对于黄娟的恬不知耻觉的十分可笑 他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一点错都没有 对于感情来说 他是专一的 本来这半年多他已经忘掉黄娟了 但没想到黄娟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然后还回来找自己让自己去负责 他现在觉得自己既搞笑又可笑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来看一看 吴俊和黄娟两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其实两人都不想通过相亲找对象 但是架不住自己的父母一个劲地说 一个劲地催就想着去见见 一是为了交差 二是如果真有好的也不错 两人的岁数一样都已经26岁了 按照年龄来说并不算大 但还没有对象的原因 双方的父母就都十分的着急 吴俊本来是有一个恋人的 两人也是大学时期的同学 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的好 而且也来过吴俊的家里 本来到这个岁数 吴俊的父母已经开始给吴俊准备结婚的婚房了 但两人最终还是因为距离分开了 吴俊的女友家里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远嫁 这么多年也只是吴俊的女友在那里坚持 但最终还是没有傲过自己的父母 分手之后的吴俊也是十分的痛苦 曾经去找过他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黄娟则是在大学的时候谈了一个 在毕业之后还谈了两个 但都是以性格不合最终导致与其分手 或者说是黄娟移情别恋吧 黄娟是个对新鲜感十分注重的女孩子 在新鲜感期内 对待自己的爱人是可以什么都可以的 但一旦过了新鲜感 黄娟就会变得对待爱情无所谓 最终男生也是因为这一点才和她分的手 其实黄娟也是思考过自己 到底是为什么 最终男孩子都是主动的和她提出的分手 但是思来想去之后 反思过自己很多次都没想明白 最终黄娟还是把一切的过世 都推到了自己男友的身上 当初两人第一次见面 黄娟一眼就看中了 这个男孩子 吴俊的长相其实挺突出的 阳光帅气的大男孩 来形容吴俊的话也是一点都不过分 在相亲的时候两人也是说了好多 但黄娟给吴俊的印象却不是很好 用吴俊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些随便 让人看起来 在之后也是拒绝了再与其继续的交往下去 毕竟吴俊想的是自己找一个合适的 就奔着结婚去的 黄娟并不符合她的结婚对象 但在之后黄娟却是一直在主动的和吴俊通过网上聊天 毕竟黄娟的长相也不错 吴俊就想当朋友相处 就没往恋爱的方面想 但自打吴俊和黄娟开始聊天了之后 黄娟就一直在约吴俊出来见面 最开始吴俊一直都是拒绝的 但后来时间一长 吴俊怕伤了黄娟的自尊心 也就答应了 也就是出来了一次 黄娟就开始得寸进尺 约吴俊出来见面 晚上约吴俊出来吃饭 有些时候还会主动的让吴俊来单位接自己之类的 男生面对女人的撒娇是没有抵抗力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吴俊也就一直在被黄娟拿捏着 直到一次黄娟和单位的同事聚餐 晚上11点多给吴俊打电话 让他开车来接自己 在黄娟的再三要求下 吴俊还是去了 也就是在这次 黄娟借助酒精表白了吴俊 当时的黄娟不容吴俊拒绝 再加上黄娟的主动投怀送报 最终吴俊还是沦陷了 自打两人在一起了之后 黄娟就更加的黏人 对待吴俊的态度要比之前还要好 面对这么黏人的女朋友 吴俊也是十分的开心 俗话说得好 女人最大的武器就是温柔 黄娟每天都在和吴俊撒娇着 无论是在网上还是见面 吴俊现在是这种情况 只要是黄娟提出的要求 能满足的一定满足 不能满足的就变着花样的去满足 两人也算是相亲成功 在确定关系之后的两个月 两人就去各自的家里见了双方的父母 双方的父母也是相当满意 尤其是黄娟的父母对这个准女婿更是满意 毕竟吴俊无论从长相还是工作都是挺好的 想到自己的女儿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家 也是了了老两口的心愿了 转眼两人相处了有半年多了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 两人相处的一直都不错 在之后也是携手步入了婚姻的围城 两人结婚了之后也是一直保持着现在的这种关系 吴俊对于黄娟的性格一点都不凡 毕竟是个男人都希望自己的妻子这样 女人就应该有女人味 但好景不长 在两人结婚快一年的时候 黄娟开始变了 变得无所谓 对待两人的关系也是无所谓的态度 最后甚至晚起了失踪 吴俊去黄娟的家里找 黄娟的父母也在那里十分的慌张的在找 甚至最后报了警都没有找到 转眼过去了半年多吧 本来这还是的吴俊已经不再抱有任何的想法了 他其实内心底也多少知道一点 黄娟很可能就是和别的男人跑了 但就在这时候也是直接证实了吴俊的想法 那天吴俊下班回家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在家里的黄娟 当黄娟看到吴俊的时候 直接想抱住吴俊 但是一把被吴俊推开了 当时吴俊十分的气愤的问道 你这半年多的时间跑哪里去了 你知道我多着急 你的父母多着急吗 当时的黄娟直接坦白了一切 他和一个网友私奔了 现在他是被吴俊抛弃了 现在他才知道对自己好的只有吴俊 现在希望吴俊原谅自己 甚至后来黄娟还说出 自己已经怀了网友的孩子 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也希望吴俊能在这时候重新的接纳自己 当时吴俊整个人都蒙圈了 他是怎么也莫想到自己的妻子 居然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但是他现在不想再跟着生气了 直接走了 其实他是去接黄娟的父母 希望黄娟的父母能出面 让两人把婚给离了 但是当吴俊把黄娟父母接来的时候 黄娟还在那里纠缠 气到不行的吴俊直接说道 滚吧 我才不要 之后就走了 现在的黄娟父母也自知自己的女儿 做出了这种事 是不可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 之后也是找了一个机会 把吴俊给叫了出去 道了歉之后 让两人就把婚给离掉了 接触于 爱情的最终底线就是忠诚 做出这样的事情 还想让自己的丈夫选择原谅 我想说你是做了什么春秋美梦吧 好在自己的岳父母都是民事里的人 之后两人把婚给离掉了 就是好的 现在也希望文中的女人 好好的自我反省 都是成年人了 放着爱自己的丈夫不要 选择一个勾引已婚女人的男人 真的是服了 对文中的男主说 祝你早日找到真正爱你的女人 谢谢您已经看我的故事 您喜欢视频分享 来到别人 记得订阅频道 接受视频通知 差提订阅频道